新疆南篮发布公告 绝不接受篮鞋的处罚决定 决定退出本赛季比赛 退出CBA 公告如下 2月17日 篮鞋纪律与道德委员会认为 新疆广会篮球俱乐部注册违规 做出严重错误 无理荒诞的处罚 严重侵害了我俱乐部合法权益 严重伤害了新疆各族球迷感情 严重破坏了新疆篮球运动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这一处罚违背事实 违反法规 不符合正常工作流程 我俱乐部无法认可 绝不接受 1.篮鞋的处罚 匪夷所思 荒唐至极 处罚违背事实 违反程序 毫无依据 2月8日 我俱乐部收到篮鞋自202358号通知 声称我俱乐部注册违规 篮鞋将做出处罚决定 但该通知中为市民处罚适用的法规依据 此后 我俱乐部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 委托律师 前往篮鞋办公地点 面谈等方式 反复沟通 希望说明违规事实 和处罚依据 但没有任何回复 我俱乐部 委托律师当面要求 就此事 召开听众会 却被告知 我们没有这个程序 此后 篮鞋于17日做出的处罚决定 依然没有说明处罚依据 新疆广会篮球俱乐部 作为CBA参赛方 连续三个赛季 如实报备 注册准入材料 篮鞋作为监督方 CBA联盟作为主办方 均在严格准入审核后 对我俱乐部的参赛资格 予以确认 在连续三个赛季 完成注册准入 并完赛的情况下 篮鞋竟以注册 违规为由 对我俱乐部实施处罚 让人匪夷所思 与此同时 此次处罚 毫无依据 不符流程 篮鞋至今 无法示名处罚依据的 具体法规条款 处罚下达前 会按照要求 组织听证流程 篮鞋注册管理办法中 也没有适用 我俱乐部注册违规的 具体内容 仅仅依据 篮鞋纪律准则 和处罚规定第69条 篮鞋注册管理办法 第165条等 有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 有关规定 未明确的兜底条款 口袋条款进行处罚 让人如何幸福 公信力何在 篮鞋没有资格 认定人格混同 是用法规严重错误 公司人格混同 为法律上保护债权人利益的 有关概念 篮鞋作为篮球行业的 非盈利社会组织 并不具备认定 公司人格混同的权利 且公司人格混同 既不违法 也不违反 篮鞋注册管理办法 2019年7月 为支持新疆文体事业发展 应赞助商所在地 可可达拉什要求 经报CBA联盟之情 无意义 我们在当地注册成立了新公司 并授权委托其开展 发放薪酬等工作 该公司经营 没有侵害任何相关方权益 此后 CBA联盟与该公司 签订了参赛协议 并向其支付了参赛费用 2019年8月 我俱乐部申请变更参赛主体 后因疫情原因流程中断 继续与原主体参加比赛 自始至终 我俱乐部参赛主体 只有新疆广会篮球俱乐部 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我俱乐部资金往来合法合规 CBA联盟与我俱乐部 新公司之间 除正常参赛费用外 没有任何不正当 不合规的资金往来 个别媒体报道 我俱乐部关联公司 与CBA联盟存在资金往来 实为CBA联盟按照法规 正常支付的参赛费用 关于按时足够给教练员 运动员 工作人员复兴的情况 我俱乐部自1999年成立至今 从未拖欠任何教练员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薪酬 将金等各类收入 以球员周期为例 2019到2020 2020到2021两个赛季 我俱乐部合计为周期支付 各项费用4951万6031.52元 其中包括固定薪酬 3988万8888.30元 盛场费及购买其指定的 美国进口营养品等 个人开销费用 合计962万7千143.22元 上述费用均按时足额支付 后来 周期向CBA联盟提出仲裁 企图改变正常转会条件 将俱乐部之间的转会费 变为其个人的巨额签字费 金仲裁 周期诉求被驳回 二 篮协管办部分 是阻碍中国篮球事业 健康发展的现实障碍 我俱乐部始终遵守篮协 CBA联盟的各项规定 从未发生任何损害比赛公平 行业环境及球员权益的行为 但却在主客场即将恢复 球队奋力争先的大好形势下 遭到无端处罚 这一荒唐处罚的货根 是篮协管办不分 这也是目前中国篮球 各种乱象的根源 2017年至今 篮协主席和CBA联盟董事长 均由姚明一人担任 篮协的管理职能 与CBA联盟的办赛业务交叉混同 篮球行业迈向从称 目前 CBA联盟的中间业务高度集中 篮协的教练员资格培训 经纪人资质认定 青少年篮球赛事等诸多业务 以及CBA联盟的经纪人业务 主要赞助商业务 均由某家体育管理公司大量承揽 甚至独家承办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还有比这些更为 3.球员周琦相关情况 为达个人目的 球员周琦多次采取不同方式 对我俱乐部进行抹黑诋毁 2021年6月 周琦就与我俱乐部的合同纠纷 向CBA联盟提出仲裁请求 后被驳回 2021年8月 周琦利用失效合同 编造所谓阴阳合同问题 并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 经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税务机关核查 我俱乐部并无违规行为 相关举报均为不实 该失效合同为2019年 我俱乐部向CBA联盟申请变更参赛主体时 与球员签订的合同 后因疫情冲击 变更参赛主体流程中断 合同失效 我俱乐部一归 以原主体重心与周琦等球员签订合同 并完成了CBA联盟注册 该有效合同与此前失效合同 除参赛主体外 内容完全一致 绝不存在阴阳合同问题 周琦如此执着 离开我俱乐部 完全是巨大的利益驱使 如琦成为自由球员 签字费等个人收入将十分惊人 此前 某经纪人团队采取不衡规手段 威胁某俱乐部运作知名球员转会 谋取巨额利益 此次事件与之十分类似 四 我俱乐部决定退出胜余比赛 及CBA联盟 在度过疫情寒冬 CBA比赛主客场即将恢复 篮球运动激情重燃的前夜 我俱乐部莫名遭受无端处罚 让我们感到心在流血 感到万分委屈 感到寒心愤慨 24年来 我俱乐部始终不忘初心 顽强拼搏 累计投入23.1亿元 打造了西北地区唯一的CBA竞旅 打造了民族自治区域唯一的CBA球队 成立以来 我俱乐部仅有两年没有入围季后赛 累计赢得CBA总冠军一次 亚军五次 全国青年联赛冠军一次 全国俱乐部青年联赛冠军一次 代表新疆赢得全运会亚军一次 创造了新疆南篮历史最好成绩 代表中国俱乐部赢得亚洲篮球俱乐部冠军杯冠军一次 亚军一次 同时 我俱乐部清训工作 为列CBA联盟前列 各青年梯队集成年队 为各级国字号球队累计输送20名优秀球员 赢得了全国广大球迷的认可 成为了展现新疆精神的亮丽名片 但是 此次篮鞋无比荒唐的处罚 让我俱乐部坚定决心 绝不向阻碍中国篮球事业发展的歪风邪气妥协 绝不放弃维护合法权益 绝不允许任何人给新疆篮球事业抹黑 鉴于此 经慎重研究 新疆广会篮球俱乐部郑重决定 退出本赛季比赛 退出 CBA联盟 我俱乐部将通过仲裁和其他一切有利于解决问题的途径 不惜一切代价依法依规 维护合法权益 无论是10年 还是20年 不还公道 是不罢休 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如火如荼的反腐风暴 不会停歇 不会止步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新疆广会篮球俱乐部所拥有的一切 属于全江各族篮球爱好者 退出后 我俱乐部将全部资产捐赠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以回馈广大球迷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 我俱乐部承诺 在所有工作人员及成年队 各青年梯队得到妥善安排前 我们将按时足额发放工资 最后 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广会飞虎的全国球迷 我俱乐部此次退出实属无奈 对不起 向你们深深鞠躬 万分歉意